华为路由WS5200增强版 首次配置 华为路由WS5200增强版 搭载双核800MHz处理器 WiFi性能相比上一代大幅提升 2.4GHz Wi-Fi性能提升60% 5GHz Wi-Fi性能提升25% 5GHz Wi-Fi配备两颗强劲的独立信号 5GHz Wi-Fi放大器 5GHz Wi-Fi信号覆盖相比上一代提升30% 4根零铜高性能加宽天线 WiFi覆盖更广 并且采用LDPCRA信号纠错算法 让您隔墙时WiFi信号也快 千兆网口 千兆WiFi 轻松驾驭百兆及以上光纤 畅享高速WiFi 2.4GHz和5GHz Wi-Fi双平合一 自动为您选择更快的WiFi频段 视频通话不中断 游戏不卡顿 如此好用的路由 配置方法也极其简单 赶紧来GET一下 第一步 连接外网 华为路由WS5200增强版 能自动适应网口 不用再区分LAN口、WAN口 想怎么连就怎么连 如果您家是光纤入户 将路由器的任意网口 与光猫的LAN口连接 如果您家是电话线入户 将路由器的任意网口 与宽带猫的LAN口连接 如果您家是网线入户 将入户网线插入路由器任意网口 接通电源随时指示灯为红色常亮 接下来进行第二步 设置上网 使用手机浏览器就能轻松设置上网 首先进入手机设置中的WLAN界面 手机连接路由器的默认WiFi WiFi名称可查看路由器底部 且无需密码 页面将自动跳转到上网向导 点击马上体验 输入宽带账号和密码 账号密码由宽带运营商提供 点击下一步 设置新的WiFi名称和密码 WiFi密码可同时设置为路由器的管理密码 点击下一步 路由器指示灯绿色常亮 表示联网成功 好了 进入WLAN界面 选择新设置的WiFi名称 输入密码 连接成功后 即可无限上网 将路由器放在房间里的开阔位置 现在您就可以尽情享受 华为路由WS5200增强版 带来的畅快上网体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